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就过来了 冰城 就开这个点 差不多是十三岁就开始了 没办法 我从小到至今已经吃这个 学这个饭了 看也看熟了 所以没办法 也是说兴趣吧 就这样子学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香港学店的老板 王庆文 56 问题现在我们这个手工艺 问题就遇到好像没有年轻的来学 因为大总是现在的人 学历比较高 他认为这个行业比较 比较粗糙 也看不到这个什么好的前景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很好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发展的空间是蛮大的 有些是说 认为这个是很低贱的工作 赚钱比较慢 其实不是这样说的 因为我们要看你怎样去发展 因为我们要看你怎样去发展 有些学了一半 他们都不再就是下去 他们也是从外的 外的行业发展 没有从这个行业去发展 很多步骤的 因为 起初你要量他的脚 要看他的脚什么问题 然后就是说 看他的这个 pattern 可以适合他穿吗 然后有些是脚大的 或者是一边大边小 走路起来就不平衡 就给他纠正一下 其实要配合 我们也是要和那个客户配合 做好了那个步骤 就来出他的面 出他的 pattern 然后又分配给那个女的移工 做他的学面 然后又给那个男的做那学题 就这样很简单嘛 就没有人家去接手 这个是有的问题 我也是有一个希望 或者是多一些政府机构 或者是学院也好 政府主办的也好 开个学院来传承这个行业 就教导那个下一杯的 我是希望总有一天会实现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